女人拉着人头狗身的怪物 慢慢凑到她的耳边 她举起手里的枪 子弹瞬间打穿怪物的身体 看着眼前的一切 女人发自肺腑的笑了 13年前金子意外怀孕 她走投无路 只能找信任的老白帮忙 请求去她家里赞助 老白答应了她的请求 金子找到了安身之所 可谁知老白就是个畜生 她在外是幼儿园老师 看起来人畜无害 背地里却绑架小孩 勒索大量的赎金 在拿到钱后 便会残忍的撕票 这次老白让金子帮忙 绑架了一个五岁的小男孩 可最终男孩还是惨遭杀害 这让金子很是懊悔 案件很快就引起轰动 老白以金子的女儿为妖邪 让她去顶罪 19岁的金子被押到案发现场 回观的人痛骂她是魔鬼 她却只能默默承受 金子缓缓抬起头 却看到真凶抱着她的女儿 做出个加油的手势 为了女儿的安全 金子不得不担下罪行 在指认犯罪现场时 她熟练地绑住人偶的双手 可她并不知道凶手无死男孩 用的是哪一个枕头 她无助地看向人群 警察指了指咖啡色的表带 于是金子拿起深色的枕头 捂住了人偶 她故作残忍 怒目缘争 近乎陷入疯狂 发泄着自己的绝望 随后她突然摘下口罩 愤怒地盯着警察 眼神中满是仇恨 一个花季少女 成了杀害小孩的恶魔 被判处了13年监禁 起初她对监狱生活很不适应 可在一次祷告中 牧师突然握住了她的手 金子似乎受到神的感召 从此获得了新生 她就像天使附身一样 真诚地帮助每一个人 每天都认真劳动 还学会了做蛋糕 她帮助生病的育友 伺候痴呆的老人 甚至在大姐头身患绝症时 毫不犹豫地献出了自己的肾 两人变成了生死之交 所有人都喜欢她 称呼她为亲切的金子 13年的刑期已满 金子终于走出了监狱 牧师带一群人为她送行 还准备了一块豆腐 吃了它 就意味着灵魂洁白 不再犯罪 金子默默地抬起手 直接打翻了豆腐 现在的金子满腔怒火 她卸下天使的伪装 走上了复仇之路 为此她足足谋划了13年 在狱中积攒的人脉 很快就派上了用场 她先去找到了剑发妹 两人再次相见 女人抱着她痛哭不止 之前在监狱中时 剑发妹总被欺负 是金子的鼓励和安慰 才让她挺过了那段日子 女人给金子换了个发型 还让她住在自己家 可看着冷漠的金子 女人觉得陌生 第二天 金子来到受害者家里 恳求男孩父母的原谅 看着眼前的夫妻 她静止剁下了一根手指 这直接把女主人 吓出了心脏病 两人果断报警 金子在监狱中辛苦挣的钱 全都花在了揭手指上 几天后 金子找到教她做蛋糕的师傅 提出到她的店里打工 老板很喜欢金子 便一口答应了下来 随后金子找到大姐头 来到夫妻二人的工厂 她拿出一本法剧经 请二人帮自己做一把枪 原来这本经 居然是手枪的设计图 之前金子在狱中 一直照顾一个老犯人 而那名老犯人 竟然是个老间谍 在知道金子想要复仇后 送了她这本设计图 大姐头的老公很感激金子 于是帮她做好了手枪 她告诉金子 这把枪射成非常近 需要离近了才能开枪 她的金子完全变了个人 想让她与自己重新开始 一个正在吃肉的女人 却让警察如临大敌 因为她塞入口中的 正是她亲爱的老公 面对警察的包围 她依然不为所动 继续贪婪地享受着美味 因为太过凶残 女人被判处终身监禁 可她又成了监狱中的恶霸 不管是谁被关进来 都免不了遭她毒打 与有对她避之不及 完全不敢惹 女人让小美帮她驱吻 小美整夜都不敢睡觉 但即便是这样 她还是会被恶霸暴打 金子把一切都看在眼里 这天恶霸意外甩倒 只有金子敢照顾她 金子耐心地给她喂饭 可她却突然一头塞倒 直接一命呜呼 与有感激金子为民除害 却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 原来金子一直为她吃漂白水泡饭 而且一味就是三年 出狱后 金子找到了接收女儿的福利院 在福利院的资料上 她看到了女儿的信息 在得知女儿已经被外国夫妇收养后 金子迫切地想要见到女儿 于是向老板透支了三个月的薪水 她来到澳洲 见到了那对夫妇 金子表示 想要陪女儿一段时间 来弥补自己的愧疚 结果这对夫妇也很喜欢金子 竟然相处得非常愉快 金子也和女儿慢慢熟悉起来 到了离开的日子 女儿提出要跟金子回家 甚至以死相逼 没办法 她只好一边照顾女儿 一边继续复仇 老白正在吃饭 却突然受性大发 她让小美站起来 然后把她按在镯子上 第二天 小美找到金子 催促她尽快动手 她已经无法忍受老白 说完便给金子留下了钥匙 原来小美为了报答金子 便在出狱后主动接近老白 在她身边坐了卧底 然而两人的见面 都被牧师看在眼里 牧师痛恨金子的转变 决定报复 她知道两人的关系 还拍了照片带给老白 老白知道了金子的复仇计划 找了两个打手对付她 他们绑架了金子 把她丢在地上拳打脚踢 男人得意地看了眼金子的女儿 可她再回头时 却看到金子举起的手枪 金子毫不犹豫 一枪将打手爆头 另一人急忙拖着她女儿逃跑 可金子在剪药关头 依然沉着冷静 她知道要靠近了才能开枪 于是大踏步地追了上去 紧接着一枪打断了男人的胳膊 当金子赶到老白家时 小美已经被打得鼻青脸肿 而老白也被小美毒晕 昏死在桌子上 金子没有过多言语 拿起桌子上的勺子 将老白推倒在地 她找了一把剪刀 开始剪老白的头发 她越剪越快 越剪越急 疯狂发泄自己的愤怒 随后 金子把老白带到了废弃的学校 她让小美将女儿送走 然后用枪抵住了老白的脑袋 迟疑许久 金子终于下定决心开枪 可就在这时 老白的手机却突然响了起来 一个幼儿园的老师 却以杀人为乐 而她的目标 都是这些手无腹肌之力的孩子 绑架小孩捞索赎金 更过分的是 她总会在拿到钱后 残忍私票 13年前 老白杀了一个5岁的男孩 还让金子去替他顶罪 如今金子出狱 前来复仇 将他绑到了废旧的学校里 就在金子开枪的瞬间 老白的手机响了起来 金子掏出手机 挖断了电话 可这时 他却注意到手机上的挂件 其中的红色小球 正是那个男孩最爱的玩具 金子心中一领 瞬间意识到了什么 这每一个挂件 都对应着一个孩子的生命 金子无法抑制心中的愤怒 拔开了老白的口塞 可谁知 他的第一句话 就是嘲笑金子的眼影 见他顽固不化 金子一把将他拉倒在地 然后狠狠勒住他的脖子 恨不得直接掐死这个畜生 金子眼中满是怒火 对老白一顿拳打脚踢 老白还想嘲讽 金子却直接塞住他的嘴 然后打爆了他的双脚 他给当初的警察打去电话 把老白的手机递到他面前 随后金子回到老白家中 翻出了他作案的录像带 警察帮他联系了受害人的家长 众人聚集到废旧的学校中 看着孩子的视频 所有人都痛苦不堪 不忍心再看下去 而金子却面无表情的 一步接一步的播放 甚至有人直接瘫倒在地 金子说道 当初这些家长 听到孩子哭喊求救时 他们就已经死了 家长听到的只是录像的声音 而老白勒索巨额资金的原因 居然只是为了买一艘帆船 在场所有人都咬牙切齿 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金子继续说 如果众人想要依法处理 那就把仇人交给警察 如果想报仇 那就手刃敌人 五祖家庭聚在一起 抽签决定了见老白的顺序 他们每人手里都拿着刀 甚至有人不停地喝酒壮胆 第一个女人来到老白面前 然后浑身是血地走了出来 她直愣愣地跪在地上 仿佛花光了所有力气 随后四人一起来见老白 他们手里握着刀 一起向老白赐下 有一位大叔已经等不及牌号 举着斧子就冲了进去 金人极力阻拦 才将大叔拦了下来 最后去见老白的是一位老太太 他用剪刀结束了老白的生命 众人将老白的血收集起来 和有人一起拍了张合影 他们将老白埋葬 金子又朝尸体开了两枪 然后将手枪和老白埋在了一起 他看着眼前的一切 面露微笑又眼含热泪 金子用老白的血做成了蛋糕 众人唱起了生日快乐 似乎在复仇之后 这几家人才迎来新生 他们眼中挂着泪水 分食了这块蛋糕 虽然手认了仇人 但金子对那个男孩的愧疚始终无法消解 他知道自己永远也无法解脱 只能忍痛将女儿送走 他给女儿带来了洁白的蛋糕 希望女儿的心灵永远纯净 但当女儿把蛋糕递到他嘴边时 他却没有吃下去 而是抬头看着漫天白雪 似乎能让内心得到洗涤 片刻之后 他把头深深埋进了蛋糕里